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时回应患者疾难筹判问题 提高医疗质量 保障医疗安全和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二是 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 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优化助产服务资源规划布局 确保助产服务供给 有效满足运产服需求 各级附有保健机构 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承担微重运产服就职中心任务的公立医疗机构 地广人西地区的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原则上应保障产科的持续服务 三是 印发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 进一步规范肝癌诊疗行为 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 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以上是近期情况通报 今年4月是第36个爱国卫生乐 全国爱卫办开展了以健康城镇 健康体重为主题的爱国卫生乐活动 今天的发布会 我们将围绕健康城镇 健康体重这一主题 向大家介绍爱国卫生工作有关情况 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嘉宾有 全国爱卫办副主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先生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徐伟先生 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先祥先生 浙江省台州市爱卫会主任 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昌明先生 请他们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 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请举手提问 第二排 右手左手第三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新华社记者提问 这次发布会选择在云南举办 请问云南省在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中 有什么值得推广的好经验 谢谢 好 请贸司长回答 好 谢谢您的提问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中国特色的 是我们党把卫生防病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一个 生动实践也是一个伟大创作 那么近年来啊 云南省卫省政府高度重视爱国卫生工作 特别是呢 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 不断地丰富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 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 推出了一系列 爱卫的专项行动 那么我们呢 觉得云南的这个做法 在把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云南有机结合方面 他们呢 做了有益的尝试 也探索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所以今年呢 4月初我们在云南呢 现场启动了第36个全国的爱国卫生月的活动 今天呢 我们邀请媒体朋友啊 到云南来实地的 看一看云南在爱卫工作中的一些做法 我们认为呢 云南的爱卫工作啊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呢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体现了健康优先的理念 中央要求我们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云南省委省政府 结合群众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有关 促进健康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 如何做好垃圾的处理 提供基础的公共卫生设施 包括洗手啊 公共厕所啊 包括啊 大家如何提供一些健身的机会等等 由多部门共同协作 持之以恒地开展多个专项行动 体现了高度重视人民健康的这样一个理念 第二个方面呢 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啊 不断地丰富 爱无卫生工作的内涵 可能 大家也都知道 爱无卫生运动 最早呢 起源于我们 这个环境整治 消除了传染病 但实际上 进入新时代 爱无卫生工作 也面临着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 所以云南省呢 积极探索 不仅呢 发挥好爱无卫生运动 在环境整治方面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围绕影响群众的一些因素 特别是从生活方式的干预入手 实施了全面的社会健康管理 我们认为这是啊 对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内涵 进一步丰富和升级 这也是我们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 要维尔健康中国建设 这样一个需求 第三个方面呢 他们在这个方式方法上积极创新 特别是关注调动群众的主动健康的意识 我们都知道 这个当前我们面对一些慢病的危险 我们要想把这些慢病管好 需要从公众的生活方式入手 而要做好这项工作 就需要我们广泛的动力 所以云南呢 通过爱国卫生运动 充分发挥群团组织 社会组织 以及基层组织的作用 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 服务群众 像我们提倡的勤洗手 常锻炼 这样一些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这不仅从源头上预防传染病和慢性病 同时呢 也对整个社会文明健康的这种氛围的形成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健康素领和健康水平 我们觉得云南的这些创新的作法 积极的探索 把这些经验值得各地呢 学习借鉴 所以我们这次呢 邀请媒体朋友到云南来 开这个现场发布会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 多实地的去看一看 把云南的这些经验呢 进行广泛的总结推广 谢谢 好 谢谢毛司长 请继续提问 第二排又属第二位记者 那个谢主持人 那个云南日报提问 就是我们知道近四年来 那个云南连续推出了两轮爱国卫生 专七个专业行动 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然后现在的群众的满意度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 好 我们请徐主任回答 好 谢谢您的提问 正如刚才毛司长讲到的 在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中 云南始终坚持群众满意的效果导向 群众想什么 我们就努力去干什么 2020年 我们立足疫情防控常态化需求 创新开展 清垃圾 扫厕所 勤洗手 进餐馆 长消毒 管机室 重餐与爱国卫生 七个专项行动 省级财政投入65亿元 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 仅用一年半时间 就实现全省所有的县 达到国家卫生县程标准 2022年 我们深化拓展爱国卫生工作成果 一张蓝图挥到底 一锤接着一锤杠 从环境卫生治理 向社会健康管理迈进 对照健康中国建设总体要求 结合云南实际 接续实施 绿城市 制污染 除四害 食安心 情锻炼 管慢病 加健康 爱国卫生 新七个专项行动 全域打造健康县城 爱国卫生工作 实现由城乡环境整治 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跨越 在两轮七个专项行动中 九个省之部门分别牵头 各个专项行动 采取 暗访曝光 第三方评估等常态化管理手段 形成了全省上下一盘棋 万众一条心 七抓共推的工作局面 全省建成了11.7万座洗手台 勤洗手讲卫生 成为云南群众的良好习惯 16.2万多家仓馆 758个城区农贸市场 达到规范标准 城乡人居环境卫生 明显改善 新改建城乡厕所 21.92万座 补齐了厕所数量少 入厕囊等短板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26.77% 健康云南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在今年1月 全国环境卫生群众满意率调查中 全省满意率超过90%的周市 从2023年的9个增加到15个 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维护绿水清山的生态环境 成为云南人民的自觉行动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 深度体验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谢谢 好 谢谢徐主任 建议我们继续提问 第一排这位记者 谢谢发言人 向金一导报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 食品安全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 小餐馆和农贸市场 是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的重点难点 请问取静 如何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谢谢 好 谢谢 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 食品安全 涉及到各个方面 我们着重成 放心买和安心赤 两个方面 入手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放心买方面 我们突出 抓好农贸市场 建设和规范管理 首先是规范建设 我们通过合理规划布局 创新模式 明确标准 升级改造农贸市场 78个 增设变名蔬菜服务站 53个 构建起方便快捷的生活圈 其实是规范管理 对每个摊位 都要求 征兆 公式 物品 规范摆放 活情宰商 退出市场 提倡白条鸡交易 地面无几水 在农贸市场 我们还特别设置了 农场检测站 开展 你送我检 你点我检 活动 及时公式检测结果 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 及时退市 并对商户进行处罚 解决了老百姓最担心的农药 受药残留问题 通过努力 农贸市场 硬件设施更完善了 管理更倦全了 购物环境更优美了 市场积极也更规范了 在安心市方面 我们杂实抓好 实安心专线行动 正点 通过抓好 明厨量照 通过矮墙隔断 玻璃橱窗 视频监控 互联网家等措施 全市近三万家餐馆 实现了明厨量照 可以实时看到商家的加工制作过程 对商户形成了有效的监督 让老百姓眼见为师 放行消费 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区境还是美食天地 有游客 到区境来 理由的游客说 游在云南 吃在区境 这里有区境针耳丝 纤维火腿 纤维小炒肉 张艺辣子鸡 复原酸汤猪脚 鹿兰米线 等等 我真心邀请管大朋友 到区境来体验 舌尖上的区境 实现美味人生 谢谢 好 谢谢理事长 请继续提问 第二排 左属第二位记者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每年的爱国卫生乐活动主题都不一样 请问今年的爱国卫生乐活动主题 为什么要突出健康体重呢 谢谢 我们请老师长回答 感谢记者的提问 国务院决定啊 每年的四月份 定为爱国卫生月 就是呢 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集中的来宣传推进 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那每年呢 我们都会结合 当前我们重点工作 以及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 和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 来选择每年的活动主题 那么今年呢 我们把这个重点呢 放在了健康体重 原因呢 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是呢 随着我们国家 这个人们生活方式的 这个变化 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人群中啊 超重和肥胖的问题 比较突出 根据我们专家的调语 目前我们成人中 身体这个体重啊 超重和肥胖的比例 已经将近呢 一半 那么这样一个现状 还在这个快速的增加 特别是一些 像青少年的 超重和肥胖问题 专家就提示 那这对于青少年 未来他的健康成长 影响非常大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 在研究影响人的 健康因素的过程中 就发现 生活方式和行为 其实占据了 非常重要的比重 特别是不合理的膳食 缺乏运动 这是导致啊 超重和肥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超重和肥胖呢 又是我们现在关注的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 这些重大慢性疾病的 主要的治病因素 那么针对当前我们国家 超重肥胖 人数增加 而我们又面临着要控制 慢病的发病率 这样一个紧迫的任务 所以呢我们今年呢 确定要利用 爱无声乐 来集中的宣传 请公众要关注 健康体重 要了解自己的体重 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范 家人的体重 有没有超重和肥胖 那么我们怎么样 使自己的体重 保持在健康合适的范 那么超重和肥胖 乃自引发 重大慢性疾病的发生 这不仅是我们国家 面临的一个 比较突出的 公共卫生问题 其实这也是一个 全球面临的一个 公共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 把体重管理好 降低重大慢病的发病率 这就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们卫生健康部门 要提供技术支持 要通过权威科学的 知识技能的传播 让公众了解 如何判断自己的体重 是不是健康 如何使自己和家人的体重 保持在健康的状态 同时呢 我们知道 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难题 就需要我们 从营养 运动 医疗 卫生 健康 服务等各个方面 采取综合的措施 来有效管理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 艾未月中 就特别强调 要在全社会倡导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防控慢性病 希望大家以健康体重 作为我们开展科普活动 以及健康促进活动的一个切入点 让广大公众了解超重肥胖 对健康的危害 同时呢 也要在这个过程中 要让我们每个人 要树立 自己啊 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的这个理念 真正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呢 我们希望 通过这些信息的传播 在全社会 形成这样一种氛围 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来关心关注 以及参与到 这个超重和肥胖的防控工作之中 真正实现从源头上 来降低 我们国家慢性病的这个发病风险 真正实现 我们健康中国提出来的 让群众少生病 更重要的是 少生这种影响健康的大病 真正从过去被动医疗的行为 特点转化为主动健康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把外国卫生工作 和健康中国建设有机结合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突出 这个健康体重这个主题的原因 谢谢 谢谢毛司长 请继续提问 第二排边上这个记者 谢谢主持人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为让爱国卫生月活动取得预期效果 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组织哪些主题活动 来推进全民健康素养和行为习惯的改善呢 谢谢 我们继续请毛司长回答 谢谢你这个提问 这个我们说啊 爱国卫生月是我们每年之中啊 集中一个月的时间来做宣传倡导 但实际上我们希望 这个一个月的这种宣传倡导 能够持续到全年保持这个热度不降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爱与办 我们呢围绕着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 改变不健康的行为习惯 建立人民健康的生活方式 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呢 我们把爱国卫生月的这种主题宣传 和我们全年的健康促进活动呢 有利的结合起来 我们重点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个呢就是调动我们全系统的力量 为社会开展这个科学权威的科普活动 来提供信息的源头 提供这些科普资源 在健康中国行动开展这么多年来 我们不断的健全完善 健康科普的专家库资源库 以及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特别是引导医务人员 要加大健康科普的力度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特别是在预防医疗康复的 整个医疗卫生活动的全过程中 都要融入健康科普的意识 采取多种方式把健康的知识和技能呢 传递给公众 提高呢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水平 近期呢我们还将这个发布新一版的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66条 大家知道66条呢 是我们把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凝联出来在健康科普方面的一些核心信息 我们希望这个在新一版的健康素养66条发布之后 希望媒体的朋友们可以更多的关注 加大宣传和解读 让广大公众能够及时地了解 学习和掌握 当前我们急需要主级的健康的理念和行为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希望 全国各地各个方面能够组织群众性的 科普实践活动 通过疫诊体检健康咨询等健康服务活动 和丰富多彩的实践体验活动 推动健康生活进社区 进农村进单位进学校进家庭 促进呢将健康的理念转化为健康的行动 近期呢全国爱卫办举办了 爱国卫生院现场的启动活动 各地呢也正在积极的组织开展 比如说有万步有约 健康体重 为体重减负等各类的活动 那么我们还在筹办健康中国行动 知行大赛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在全国开展 这个一级一级的 这个推选 我们要进行全国的比赛 通过这些方式 来把这些健康的理念和知识呢 广为传播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宣传推广 典型的做法 那么我们这次 开现场发布会 就是希望 我们的媒体朋友 来深入的了解 像我们云南 我们台州 等全国各地的 在健康促进方面 爱国卫生工作方面的 一些先进典型 能够在全社会啊 形成一个 人人参与 共建共享 卫生健康综合治理的 新格局 谢谢 好 谢谢毛司长 请继续提问 第三排做数 第二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 乡村是爱国卫生运动的 重要阵地 浙江正在 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审 请问浙江泰州 在推进乡村 爱国卫生运动方面 有哪些做法和特色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推进乡村爱国卫生运动 我们浙江泰州在舍建过程中 盖过起来 就是做好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就是做好结合的文章 第二篇文章就是做好转化的文章 所谓结合就是将乡村的爱国卫生运动 和我们泰州正在进行的千万工程结合起来 大家知道这个千万工程 首先从人居环境整治开始 包括垃圾屋水厕所庭院 四大革命 这个是我们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之一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全面开展一夜余季的和美乡村建设 这个一夜余季的和美乡村建设 当然包括整洁健康的健康环境 但同时还要拥有绿色健康的产业 品质健康的生活和文明健康的治理 也就是说要善于将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 这里有个案例 我们泰州下辖有一个村叫上战头村 它就是从美化乡村环境路手 做好这个环境家的文章 这个家主要是做乡村的文旅 从2018年以来 这个村通过环境家文旅 已经实现创收四千多万元 村民分红有一千多万元 所以这种模式不仅展示了环境治理 结合美乡村的成效 同时通过这样一个收入的取得 反扑我们的环境整治 可持续可发展 那么第二篇文章就是转变的文章 这里讲的转变 就是要将乡村的环境问生治理 向乡村的社会健康管理进行转变 这个转变呢 我想它首先是巩固 就巩固好原有的乡村环境治理成果 更要迭代 就是迭代推进新时代的健康乡村建设 所以我们在实践中 这个健康乡村建设 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例 第一就是普及健康生活 比如这个村民的现眼 控油健康饮食 不抽烟 多运动等等 第二个就是优化健康服务 比如我们要规划设置村籍的卫生机构 对老年人 对孕产妇和儿童要加强健康管理 完成慢病全周期的健康管理 第三呢 当然很重要 就是完善健康保障 也就是说要真正落实健康建设的人 财物等一系列保障 第四呢 就是建设健康的环境 这个健康的环境 既包括想健康家庭 等一系列的健康细胞 也包括想健康步道 等支持性的环境建设 第五就是推进健康的治理 就是将德字 法字 自治 还有自治 就是治理的治 四字融合 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纳入 村规民约 将健康 努力融入 所有的政策 谢谢 谢谢理事 请继续提问 第三排 边上这个记者 谢谢发言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 从去年冬季 到今年的春季 不同的呼吸道病原体 交替反复 针对这个情况 爱国卫生运动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谢谢 请报寺长 感谢你这个提问 确实 新冠之后 公众对传染病 高度关注 特别是从去年的秋冬季到今年的春季 一些呼吸道的病原体交替发作 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爱国卫生运动 怎么样能够对我们全社会开展 这个呼吸道和这个肥道和这个肥道传染病发挥重要的这个促进作用 应该说大家都了解 爱国卫生运动坚持的原则就是预防为主 我们通过动员全社会来关注这些预防措施 像在前一段时间全国爱与伴针对这个估计到传染病的流行情况 我们就开展了这个元旦春节期间的爱国卫生的专项活动 我们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 重点发挥的就是动员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 形成群防群控的社会良好区别 那么春季之后我们到了夏秋季 我们可能还会面临肠道传染病 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好饮食的卫生 个人的这个卫生 这些呢对于传染病的防治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爱国卫生工作 在传染病防治方面 一是呢就是提升我们的环境卫生质量 降低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很多传染病呢 它是会通过环境或者媒介进行传播 比如最近我们就在针对 登革日进行开展这个蚊虫 媒介的这个消杀 防止呢通过这个蚊子来传播 登革日 那么像我们南方的一些省区啊 都是一些异法地区 所以我们就通过开展艾国卫生运 清理卫生死角 特别是对蚊虫的那些滋生地 一些积水啊 这个要进行彻底的清理 这样呢才能有效切断传播途径 降低登革日 这种蚊虫媒传播的这个风险 另外一个方面呢 爱国卫生运动是通过开展 传染病防止知识的宣传 让公众了解传染病传播的这个途径 了解我们怎么样通过自身的文明卫生习惯 来提升啊防控传染病的能力 所以爱国卫生运动就是要通过科普宣传 给公众宣传防控传染病的这些知识和技能 增强个人的防护意识 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过程中 我们推广怎么样规范的洗手 科学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注意咳嗽的这个礼仪 保持这个室内环境的通风等等 像这些好的习惯 养成之后啊 对于我们有效防控 传染病疫情 都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媒体朋友 在爱国卫生的这个相关的宣传中 要把这样种理念 通过我们一些实际的案例 防控了新冠 像呼吁到传染病 以及肠道传染病 要让我们广大公众了解 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能 才能够对于这些传染病 能够远离这些传染病的危害 使我们增强自身的防护能力 所以借着机会我也呼吁 我们媒体朋友 要把这些看似很细节的 东西要向公众宣传 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邓格日 他就是通过疑问传播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病媒 这个环节没有把控住 那就可能出现这种邓格日疫情 那么一旦疫情发生 那又会对公众的健康 和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 就是会使我们的爱护卫生运动 在传染病防控方面 起到非常好的预防和推动作用 谢谢 好 谢谢毛市长 请继续提问 第三排右手第二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李市长 那么这次国家卫生健康委 爱国卫生运动成果新闻发布会 在取静召开 那么请问您认为 取静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面 有哪些好的做法 谢谢 好 谢谢您的提问 近年来我们先后开展了 两人爱国卫生七个专业行动 群众表示 现在街道变干净了 交通也更通畅了 食品更放心了 身体也更健康了 我们从群众名声十四入手 作证解决群众身边的 操心事 揪心事 防心事 比如有群众反应 出门游玩 洗手不方便 我们积极筹集资金 合理不典 建成了两万个洗手台 配备了洗手液 擦手指 同时我们通过广告位出租 设置自动贩卖机等措施 实现以商养护 通过市场化来养护 实现了建管为常态化 可持续 现在市民和游客都表示 出门也不用担心洗手 不方便了 有一些洗手台 结合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点 隆情依景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群众也养成了 勤洗手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我们在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当中 加健康专业行动 也起得了很好的效果 具体是有 互联牵头 整合卫健 体育 民政等部门的力量 形成协助推进机制 在每个家庭 选述一位健康妈妈 充分发挥 对妇女在促进家庭健康中的独特作用 带领全家提高健康素养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有群政调侃 在俱进妇女的家庭地位可高了 在家里男人当家 女人做主 家里大事都是男人说了算 小事才有女主人说了算 但是到现在为止 很多家里都没有发生大事 像买房啊 买车啊 办喜事啊 油盐柴米啊 赤和拉萨 这些小事啊 都是由女主人说了算 所以啊 家庭健康 自然由女主人主导了 所以我们通过健康妈妈 带动健康家庭 健康家庭 带动健康社会 实现健康趋劲 通过持续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啊 行政说 环境变好了 城市变美了 外地的客人 也青睐 也青睐 趋劲了 我在这里啊 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趋劲的夏天 很凉爽 很舒适 夏天的平静气温 19.7摄氏度 机统计啊 去年来区境 避暑旅居 超过两个月 就是住在区境 超过两个月的游客 有30多万人 这些游客 为区境带来了活力 也助推了消费 带动了发展 在消费经济方面 拉动增长 两个百分点 拉动我们地方的经济啊 增长 消费经济两个百分点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里 我向广大朋友 发出邀请 欢迎大家来 避暑天堂 清凉趋劲 走一走 看一看 来体验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来清凉一下 开心一下 谢谢 谢谢李市长 请继续提问 第一排第二位记者 感谢主持人 中国卫生杂志记者提问 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 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是当前各地 都在探索的一项工作 请问台州的李副市长 您觉得运动促进健康的 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以及台州在推进 运动促进健康方面 有什么好的做法和经验 谢谢 好 这个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和关注 这个以运动促进健康啊 我的理解 它既是一个好的理念 也是一个好的模式 我想主要有这么三个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有助于推动健康 关口前移 强化预防为主的健康理念 就关口前移 预防为主 第二呢 就有助于发动群众 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健康氛围 第三呢 从我们健康个体的角度来看 这个运动促进健康啊 它是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还有社会适应性全面提升的 这个综合健康效应 刚才有媒体记者问道 今年二国卫生育的主题 为什么其中之一是健康体重 这个毛市长在怀答中也明确讲到 操纵和肥胖 往往是与不合理饮食 还有缺乏运动有关 所以啊 在健康体重的管理中 我认为科学的体育运动大有作为 那么 以运动促进健康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们泰州在实践中啊 总的是坚持挡好组合拳 这个组合拳中呢 重中之重 是两所发料 第一手就是硬头路 就是我们的体育健身设施 要有一定的量 还要有一定的赚 第二呢就是卵食链 就是如何实现 基层社会动员机制的创新 刚才谈到硬头路 这个硬头路 它面对的难题就是 如何破解群众 健身到哪儿去的难题 所以这个近年以来啊 我们泰州以荆蹄生 微改造的方式啊 新增132个群众身边的口袋公园 就是要完善15分钟的社区体育生活圈 那么与此同时 卵食链建设方面 就是要努力破解 基层 我刚才讲到的社会动员啊 是谁去动员的这么一个难题 所以这几年我们探索建立了 叫基层体育委员工作机制 这个基层体育工作委员工作机制呢 它的内涵可以用这么1234来概括 第一就是选 即选聘好体育委员 基层体育委员 实际上就是专监职的体育社会工作者 他就是协助啊 基层的村委会 包括社区委员会 在体育领域 运动领域有所作为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村民生病的六个员 叫健身办事员 自立网格员 项目领办员 活动组织员 体制监测员 宣传联络员 第二个定呢 就是定框架定职者 也就是建立县 镇 村 三家组织结构 这个县里叫工作总站 乡镇叫工作分站 村社区就是基层体育委员 这样呢 三个互相联动 发挥好健身指导 项目领办 场馆运围 活动组织 体育宣传 这么一些作用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党通 基层体育治理和健康服务的 最后一功力 那么第三就是管 即建立管理评价 对这个基层体育委员的工作 要进行动态管理 确保工作可量化 可操作 可接力 可持续 第四就是服务 就是做好基层体育公共服务 重点包括需求的收集 设施的管户 还有组织 各种社会力量 开展体育健身赛事 活动等等 那么这几年 我们边干边完善 在这个泰州神经的基础上 在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 印发了关于推广基层体育委员等机制的批复 这就意味着 这个探索已经从泰州走向了全国 目前我们泰州有3620名基层体育委员活跃在一线 我们认为 这个基层体育委员工作机制 赋予我们基层体育人新的身份 延伸了体育的触觉 促进了体育和卫生的融合 这个基层体育委员已经成为 推动形成 共建 共治 共享的基层健康治理 新格局中的终结力量 谢谢 好 谢谢理事长 请继续提问 第三排 边上留意记者 好 谢谢主持人 健康报记者提问 我们都知道云南省通过七个专项行动 全面促进群众健康 在这个过程中 管慢病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我的问题是 请问云南是如何具体开展管慢病的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在促进群众健康中 我们全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 重点投向基层 实施管慢病工程 防治管康综合施策 助劳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的防线 全省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下降至15.42% 在防的方面 我们抓牢早塞早诊早治三个关键 以高血压和糖尿病为突破口 全面实施18岁以上人群 手诊测血压 和35岁以上人群测血糖 领导群众开展健康自我监测 及时干预 在治的方面 我们注重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实施多轮县级医院提示达标行动 全省101所县级医院 入列首批国家牵线工程名单 在县级医院建设 胸痛 触中 创伤 微重印产妇 微重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 基本实现县域全覆盖 在管的方面 我们注重发挥家庭医生作用 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向健康管理服务转变 促进综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向社区家庭延伸 整合诊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 创新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慢性病管理服务中心 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 打造了及预防治疗 康复为一体的 一丈式服务平台 在康的方面 我们注重发挥中医药优势作用 加强中医治胃病和康复建设 提升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康复服务能力 推进县级中医医疗机构 基层中医管全覆盖 在中医康复的基础上 逐步拓展现代康复功能 实现康复回基层 谢谢 好 谢谢徐主任 请继继继继续提问 如果没有其他更多问题的话 我们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 今天的发布会呢 我们聚焦了健康城镇 健康体重 这一主题 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还将继续围绕 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主题呢 召开新闻发布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